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尬聊 简单生活 做做饭,唠唠嗑 简单幸福,没谁了 开火 再做一盘 西葫芦炒蛋 西葫芦已经洗好了 切成小块 西葫芦切片的时候不要切太薄 因为太薄一炒就 没了 因为它是比较软的 比较舒散 先准备好一些蒜 先准备好一些蒜 你家有四个人 我就用了四个蛋 然后 打扮 我换点盐 我喜欢用这种 西葫芦 好,我先炒鸡蛋 好,我先炒鸡蛋 我看到这油锅已经热了 我们现在把它鸡蛋倒进去 我看到这油锅已经热了 现在把它鸡蛋倒进去 好香了 蒜爆香 然后加一点花椒 黑胡椒 黑胡椒加完以后 蒜已经有闻到香味了 就可以把这个放进去了 因为我们大概已经在鸡蛋里面加了盐 所以现在就可以再少加一点盐就可以了 再加一点蚝油 好 已经闻到香饭饭的菜的味道了 大概再放一分钟左右 因为不要炒太久 太久的话会导致这个几乎过软 口感就不好 现在炒一分钟 好 可以关火了 把它装到事先准备好的盘子里 一盘香芬芬的家常蛋炒西葫芦就做成了 让我们一起品尝吧 喜欢小谷的朋友们可以点击订阅收藏哦 谢谢大家